HELLO 大家好,我是皮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前陣子在逛各大電商的時候 我一間看到有許多行動電源 這瘋狂大特價與大出青 有些行動電源賣的很便宜 200塊就有了 也有些行動電源 則是要2000塊才能入手 其中最特別的是 在相同電源容量下 就有著200-2000 這樣極為大範圍的價格區間 甚至在不同的容量下 容量小的行動電源 在價格上 卻有比標榜容量大的行動電源 價格差不多 到底是為何會有這樣的差別呢 又是什麼樣的原因 影響著行動電源的價格 與各項規格呢 今天我就要來跟你們聊聊 如果選購適當的行動電源 以及在挑選行動電源上 所需要注意的事項 首先先來聊聊電源容量 市面上的電源容量 有許多標示10000mAh 20000mAh 甚至更大容量 這裡標示的容量 則是電芯容量 電芯容量 是指行動電源的電芯本身 可容納的電量 簡單來說 電池能夠存多少電的意思 那麼那些標榜10000mAh的行動電源 就能夠代表他們 百分百將10000mAh的電能 能夠完美的保存到你的手機 或是你的筆電嗎 那可未必 因為在幫手機 或是筆電充電的過程中 不同額定電壓輸出的過程中 會有一定程度的轉換損耗 在經過損耗後 實際能提供手機的電量 就被稱為額定電量 額定電量 通常會標示在行動電源盒子背面上 或是在電源的本體上 就以我這顆標榜7500mAh 要價260塊的TC-STAR行動電源 可以看到在額定電容量的部分 5B的輸出只提供5200mAh 而10,000mAh 但要價950塊 並且支援QC3.0的ASUS ZenPower行動電源 在5B輸出的地方 只有6500mAh 6B輸出則有540mAh 而12B輸出則是2400mAh 在同樣以5B輸出的行動電源 TC-STAR的轉換效率較高 那到這邊 大家就會問 為何越高的電壓輸出 能輸出的電越來越少呢? 這是因為行動電源內部 帶有導線這類具有內部電阻的關係 根據消耗電功率的公式 電壓乘以電壓 再除上電流 就能夠得到導線本身的消耗電功率 而定輸出電壓越高 就代表著導線所消耗的電功率也越高 將電池容量減去導線所消耗的電功率 就能得到額定電容量 這也就是為何高電壓輸出 能輸出的電量越小的原因 接下來要聊聊關於輸出功率的部分 在行動電源的規格表上 而定電壓輸出大致上可以分為 5V 9V 12V 而定電流則有1A至3A 將電壓乘以電流 就是行動電源的輸出功率 一般來說 而定電流輸出功率越大 充電速度越快 而為了讓行動電源 能廣泛應用在各個3C產品上 而定電流建議選擇在2A以上的款式 再來說說大家在市面上 常常聽到快充的部分 快充簡單來說就是提高輸出功率 來加速充電的意思 而快充是個相對的概念 各家廠商對於快充的標準不同 簡單來說是看輸出功率高低的意思 譬如說9V2A的輸出功率 高於5V2.5A 也因此9V2A的充電速度 比5V2.5A來得快 而各家販售行動電源的廠商 會有各自的快充認證 像是三星的閃電快充2.0 在市面上常見的快充標準主要有兩種 其中一種是USB Power Delivery 另外一種則是高通的QC快充 一般來說 技術版本越新 就代表輸出功率越高 也就是越能快速充電的意思 這張表 就是PD與QC快充技術表格 技術版本越新 輸出功率越快 USB PD 3.0以上支援PPS 意思就是支援各家快充協定 3.0以上的協定 只用USB Type-C 如果看到標榜支援USB Type-A PD快充的行動電源 不用懷疑 通常就是使用PD 2.0以下協定的產品 QC與USB PD是同樣的概念 技術版本越新 代表越能快速充電 與PD充電最大的不同 在於只使用於高通的CPU 在iPhone 8以後的蘋果產品 是無法支援QC快充 就只能乖乖使用USB PD快充 所以如果是國際用戶的話 行動電源千萬別選只支援QC快充的行動電源 接下來來聊聊行動電源上各種安全性認證的部分 在2014年5月以後的產品 具有電池的產品 都需要通過一個BSMI認證才能夠上市 而在我這顆行動電源上的這個圖示 就是BSMI認證 而國內除了BSMI認證外 許多國家也有強制性的安全規範 像是歐盟的CE 德國的GS 日本的PSE 南韓的KC 北美的CTU VUS等安全性認證機制 而安全認證數量的多寡 也是影響著行動電源價格的因素 認證數量越多 價格也就越貴 像我這顆ASUS的行動電源 就有BSMI CE PSE認證 價格上就比我TC Star的行動電源來得貴 如果想購入國外行動電源的話 記得先了解當地的認證標準喔 買到了一個來路不明的行動電源 可以先看看產品上是不是有安全性認證的標誌 就是在國內沒有BSMI認證的話 那就不用客氣 直接檢舉下去吧 最後 在選購行動電源上 我統整了選購時所需考量的先後順序 首先先考慮電池容量的部分 5000mAh容量的行動電源 適合用於一至兩天之內的短時間出門 出門的時候不玩手遊 很少看影片的族群 這類的行動電源較為輕巧並且好攜帶 手機沒電可以當應急使用 10000mAh至20000mAh的行動電源 適合用於外出時 需要長時間逛色情軟體 又或者是需要常常收發電子郵件 需要連上WiFi 或是用行動網路這種易耗電的情況 適合一天需要充一次電的族群 20000mAh以上 則適合需要長時間外出 經常玩手遊 聽音樂 看影片這類非常耗電的3C重度使用者 接著考慮是否要選購有快充的產品 看你是需要充電慢 但能提供的額定電容量較多 並且價格低廉的行充 還是想要充電速度快 但額定電容量較少 並且價格較貴的行充 這一切還是得看你對3C產品這個情人的親密程度來決定 這邊還是要再次提醒一下 支援QC快充的行動電源 只能用於高通CPU的手機上 而國際用戶的話 就乖乖挑選帶有PD充電的行動電源即可 最後再考慮安全性認證 在市面上販售的行動電源 最少一定要有BSMI認證 預算夠的話 盡量選購安全性認證較多的產品 以我的經驗來說 有BSMI、CE、PSE這三個認證 就已經算是品質好的行動電源 之後再依自己的喜好來決定行動電源的造型 顏色、外殼 重量大的產品 本身體積,重量也越大 所以本身也要考慮包包是否能夠負擔 不然包包的體把斷掉 就真的悲劇了 以上就是關於行動電源選購的介紹 有興趣看我分享關於3C、BR 家庭看法的話 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並且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我是屏 我們下個影片見 拜拜